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 今天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 很感谢大家选择来听《碳迷观子》的讲座 其实也要讲讲香港书展三十年 在今年第一年以科幻作为一个主题 可以说其实也挺迟 当然他每年选择一个主题 都是几年前才开始 但是《科幻》 比起一般的类型文学 真的比较冷漫 幸好近年当然很多 所谓荷里活的大电影 都是一个科幻的电影 因为现在你知道 电脑的特技有多厉害 就可以在《科幻》里面充分发挥 包括今年早前的国内一部大的科幻电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流浪地球》有没有看过 有少少可以说是 想贴近外国和荷里活的科幻大电影 成绩是怎样呢 大家各自心中有数了 但今天我主要集中是说科幻小说 虽然有一些我会带到电影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很出色的科幻小说 已经改编成为电影了 当然 经常都强调 正如你看了金融小说改编的电影 或者电视剧 并不表示你不需要看《原著》 大家都很明白 所以同样道理 即使你看过这些由《优秀》小说改编的电影 并不表示你不需要看《原著》 其实《原著》是不可取代的 好了 现在这一张 我作为第一张 其实都可以考考你对科幻的认识有多深 左上的两张天文 就不用说了 右边其实叫《Astounding Stories》 其实是一个很出名的科幻雜誌 在美国 但就很早期了 现在我也会谈及 好了 左下角其实是一个电影《海报》 有没有人知道这部电影叫什么名字 叫做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很有趣 不应该说有趣 就是很续套的 改了名字 就叫做《铁甲再生人》 但其实它的原著是《亚西莫夫》的一本小说 叫做《二百周年纪念人》 《Bicentennial Man》 中间那个《科幻世界》 其实就是内地的第一本的科幻雜誌 到现在为止 都可以说是地位最崇高的一本 右下角 既有天文的成份 看到有个好像圆拱形的建筑物 一个天文台 其实就是来自 都是一个《亚西莫夫》的 但就是一个科幻短的故事 或者当作中篇 有没有人知道 当然知道 都应该很厉害了 那个应该就是所谓《夜幕低垂》 《Nightfall》 里面的一个插图 好了 很快趣就是说 何为科幻 如果真是正经八百 很严肃地说 就是以小说的形式来探究知识的增长 和科技的变革 对个人和社会 无论是物质上的 制度上的 精神上所带来的 种种的影响 这个已经无所不包了 我想都很难去挑战这个说法 但是下面也看到 我也放了另一个定义 就是一个趣味性的角度出发 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 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所谓英文来说 就是简单一点的 中文就是比较 吵架的表达 英文就是 What if 就是说 What if 这件事 这样发展下去 或者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接着又会怎样呢 这个意思 都很快再介绍一下 那两个我选择的插图 左手边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熟悉的 这个是很著名的科幻电影 《未来战士》 《Terminator》 不过应该第一集就没有这个景象 应该是在第二集 《Terminator 2》 里面出现的一个剧照 右手边其实就是 不是科幻来的 其实是科学家的大胆想象 早在1974年 普林斯顿大学的奥尼尔教授 已经提出这个想法 后人当然有很多补充 在太空里面建造一些巨大的城市 一个居所 但是它就造成一个环状的结构 是一路不断旋转 在里面就模仪地球的表面引力 所以你看见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透视图 这个环状的太空城市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这个幻想 既是小说家 要做的事情 但其实又不是他们的专利 科学家也很有想象力 好了 那究竟例子What if 我这里举了一堆 很快就给大家想 刺激思考 就是说如果 就是什么 机械人不断发展 全面取代了我们的工作 那我们是不是全部变成失严 怎么办呢 那么 然后如果明天互联网消失了 那怎么办呢 都不是完全没可能的 真的 如果你真的 大家例如说一句 就是世界大战 中美大战 这样 其实第一个我们说 受到攻击的 就一定是网络 就是那些超级黑客 或者放一些超级病毒 那就会 所以我们就会去回 没有互联网的时代 这样 当然 另一个看法 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更惊人 没了就没了 但是如果有一天 互联网醒了 那又怎样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呢 就是互联网 现在已经复杂到 这样的地步了 可能已经 接近人脑的结构 的复杂程度 会不会有一天 它会发展出自我的意识呢 就是叫做梳醒了 那如果我们可以活到200岁 那又怎样呢 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基因工程 改变我们自己的生理结构 那其实最近大家都听过了 譬如何建辉 有没有记不记得 今年早前 就是一个基因编辑的BB出生 在内地 有对妈女 未出生的时候 她已经编辑了个BB的基因 让她们对这个 爱知病有免疫能力的 这样 当然受到很大的争议 但这个才刚刚开始 大家不要忘记 基因工程现在才刚刚起步 当然如果人类变得比今天聪明 十倍、一百倍 那又会怎样呢 另外就是 如果人类可以隐形 这个最经典 隐身人 很多科学故事 韦斯里也写过 叫做透明光 可能大家在座也有看过 如果两极的冰棺 融化 而海面面大幅上升 那又怎样呢 这个真的不是科幻小说家的想象 这个世界上是很多科学家 现在每一天都忧心忡忡的一个问题 如果人类发明了无尽的能源 那又怎样呢 那是否真的会带来 永久的世界和平 不用再有纷争呢 如果人类可以移居火星 那又怎样呢 火星和我们会有什么关系呢 等于是否以前好像英国 在北美洲殖民的关系 而到最后的殖民地 要争取独立 那会不会有一个火星独立战争呢 那如果星星变得好像人那样聪明 那又怎样呢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最近这几年 这五六年 都有一年三部电影 是吧 就是说星空革命 就是真的说星星变得越来越聪明 突然无可避免地和人类发生这个冲突 最后那部电影就是一个战争 那当然这个意念 就不是最近这十年八载的 其实是早在五十年前 有多已经有了 就是1967年的 那部叫做Planet of the Apes 已经有了 现在只不过是重拍而已 那当然 又是大家来说一句 如果真的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怎样呢 那爱因斯坦有个名句 那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那他就说 老实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怎样呢 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我挺肯定 第四次世界大战 所用的武器 就会是石头和棍棒 那大家明白他的意思了 好了 如果真是外星人 明天就降落地球 或者一会下午就已经在这个会展附近降落 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当然也很多人很喜欢想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科幻的小说电影都有说 如果时间旅行是可能的 那又会怎样呢 其实还可以问下去 但是这个呢 其实就是作一些例子 就是回应刚才 原来科幻的其中一个定义就是 What if 那么科幻追求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很小时候呢 我自己都已经是总结了 我不知道是哪里看回来也好 或者真的我自己想的 但是真的太久太久了 就是所谓A sense of wonder 那么老实说呢 其实这个A sense of wonder 就不只是科幻的 因为我很小时候 我是先从热爱科学的 然后从热爱科学 然后才到热爱科幻的 所以你科学所追求的 都是A sense of wonder 是吧 但是科幻呢 当然就多了它的故事性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 从小到大都很喜欢 叫爸爸妈妈 或者说故事 或者老师说故事 所以将这个对科学的热爱 和对喜欢听故事 这种每个人的天性 结合起来就是科幻 但是A sense of wonder 我很早期已经想了 但是怎样用中文来表达呢 我都想了很久 最后就定了这个 到现在都没办法再进一步 来去改善 改善了 我就译了做惊讶赞叹之情 如果在座有些中文老师 可能想到一个更好的 可以建议给我 另一个我就叫做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因为你看科幻小说 和看其他小说 真的不同 一个里面包含什么元素呢 当然有点 和今年书展的另一个主题 也有的 那个就是推理 推理 都有一定的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但它所谓Intellectual 其实more 就是logical 就是在逻辑推理的方面 就是你知道 看一些推理小说的人 都一定有这样的冲动 就是说 我当然要和那个作者 斗志 我就要猜到 在未真的揭露之前 猜到哪个是空手 当然那个作者 千方百计就不让你知道了 给很多错误的引渡你 可以说作者和读者 就是在玩一个智力的游戏 中间也当然是有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但是那个原来是一个 formal logic 的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是没有一个实质的 知识的 stimulation 但是这个 科幻就不同 因为背后真的牵涉到科学 有很多科学知识 科学理论 科技的发展 所以其实它的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是更加丰富的 对吧 比推理 但是我也是 真的不知道怎么译 我就勉强 也叫做知性上的激发 但我觉得不太满意 老实说 下面 我有一个很有趣的 我引了爱因斯坦 一个说话 我很喜欢的 很多地方我都有引过 他说 人所能拥有的最深最美的情感 就是神秘感 它是一切科学和艺术的蒙动 有时候我们叫做播种者 没有了这种感情 再也不懂得 惊讶和赞叹的人 衰生游死 哇 它是很严重 真的这么写的 它说 As good as dead 它英文是as good as dead 那是不是就是衰生游死 我没有夸张到的 当然 这个他说到很有趣 我们平时觉得科学是很理性的 甚至有些人觉得很冰冷 那当然不是 科学家其实内心里有一团火 是充满热情的 就是求知 对真理渴望的热情 但是中间还有一种神秘感 就是觉得这个宇宙为什么这么多奥秘的呢 我们不断揭示奥秘 但是这样 其实并不会减损了宇宙的神秘 老实说 或者你说那个奥妙 应该有一个问题 整天都拗得很重要 不知道大家 我很快就说出来 就是牛敦 用他的三菱镜 将太阳光 白光分成七色 从而解释了彩虹的成因 人类千百万年 都欣赏彩虹的 觉得真的很奇妙 但是牛敦 用科学解释了彩虹的成因 有没有减损到彩虹的美丽 和那个奇妙呢 这个是没得拗的 我知道有些人是觉得是减损了 是贬损了的 有些人是不觉得的 那我就后者了 是吧 不用拗的 这件事是没得拗的 科幻小组的构成 很简单来说 当然是科加幻加小说 科就是科学幻加幻想 小说就是我们用来 可以是消闲的 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的创作 但是我很小时候 也都是已经隐约 很有一个强烈的感觉 就是在科幻世界 科幻的意念 就是折高无上的 不好意思 因为我这些是真正的翻书仔 翻书仔 其实我很小时候 看的科幻主要是英文科幻 甚至我科学上的书 也主要是看英文为主 所以我很小时候 已经是用英文来想法 大部分时候都 所以我很自然地 比如刚才那些 sense of wonder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甚至现在这个 就是in science fiction the idea is king 这个是我用英文想出来 所以我往往后来做推广的工作 普及的工作 我是要很辛苦 将我原先用英文思考的东西 要译回中文 真的不好意思 我这些就是 暖籍 其实我不是暖 但没有人法 因为当时是殖民地 我们由ABCD小学生 幼稚园或者幼儿班 已经是这样 所以用英文想法 the idea is king 其实它是至今无上的 就是你没有了一个好的 science fiction idea 你怎样的生花妙笔 你写出来的东西都一定不好看 是吧 好了 但是这个困惑 下面那句 就是说 传统的或者主流文学的尺度 在科幻创作里面 是否同样适用呢 那就是说 我就说少年时期的反叛 就是说 主要是中学时代 或者刚入大学 我当时我觉得科幻 是不受主流文学的接受 甚至受到他们的一个匹疑 所以我自己 有些叫斗晦气 就终之有这样的结论 就是科幻自有其优劣的标准 就不用就是 是否复英 这个都是读的 对吧 于这个主流文学的标准 就是那个优劣标准 那里我都写错了 那我当时真的有这样的看法 有甚至我们叫做什么 有些叫做地下的思维 underground 或者有些叫做什么 那些很小圈子 我们叫Cult 的一种C-U-L-T 大家知道 C-U-L-T是可以解写邪教的 但它也可以是一个文化上的小圈子 一些叫次文化 我们叫做 次文化 subculture 当时我那个次文化的思想 是很强烈的 所以我觉得 譬如你不接受我是你 你傻而已 是你蠢而已 所以我们科幻小说 其实有自己的优劣标准 就是不用跟主流文学的 就是这样 某一程度上 这种看法 后来就已经有所改变了 就是 因为随着一个人大了 可能看东西较阔一点 就可以这么说 一个很简单 就完全 我们叫做 《阿妈是女人》的说法 就是 好的小说 当然不一定是好的科幻小说 不用说了 可以是爱情小说 推理小说 但是好的科幻小说 就怎么样 一定要是好的小说 是不是 是妈妈是女人 其实说了等于没有说 有些事情 《阿妈是女人》 有时候偶尔都要提醒一下 提点一下自己 是吧 所以呢 就是说 其实好的科幻小说 都是要符合好的小说 一些的标准 对不对 就是你的故事 你的布局 你的情节 你的起承转合 你的人物 是不是有血有肉 那些东西 一定都要有 所以 其实一些传统文学的标准 都是适用的 不过 确实它有自己额外的标准而已 简单说一说 其实科幻里面 可以大致上分为 硬科幻和软科幻 所谓硬科幻 就是以新的知识 新的理论 和新的科技 为主题的创作 而软科幻 就是以这些新东西 所引发起的人类反应 各种各样 我不读出来了 为主题的创作 不过不是 可能就是坐在后排那些 未必看得这么清楚 很快就聚了 就是心理上 社会上 政治上 文化上 伦理上 宗教上 各种各种的反应 那说真的 其实这种创分 其实都是我们人为的 就是笼统的创分 绝大部分 优秀的科幻创作 其实是软硬兼施的 可以这么说 实有软和硬的部分 只不过比例不同 有些硬的部分 强些 有些软的比例强些 你说完全是硬的 那些就差不多 就好像是一个科技预测 那些叫做 technological forecast 有些人喜欢看的 但是基本上 就不是什么小说 但是如果完全是软的 那你完全是 里面的科学内容 是欠缝的 那当然它也不是一个科学小说 好了 那怎么分成这个优质和劣质 科幻呢 就是说一个故事 就是Theodore Sturgeon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他本身是一个很有名的 科幻小说作家 但是有一次他就去讲讲座 就好像我现在这样 对着很多的听众 但是那些听众里面 可能真的很多都是科幻迷 science fiction fans 粉丝 但是他一开上台 就是上台一开刊 他就这么说 他说 其实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十分之九的科幻小说 都是垃圾来的 哇 那就令到台下所有的听众 为之哗然 是吧 为什么你身为一个 那么出名的科幻小说作家 怎会踩科幻小说呢 但是呢 跟着 这个Theodore Sturgeon 他当然不方不亡地 他跟着补充 那当然 这个世间上 绝大部分东西的 十分之九都是垃圾来的 是吧 那确实是的 不仅是科幻小说 爱情小说 都是 或者甚至精探小说 都是 是吧 所以呢 即是说 我们要去看的 或者我们要去推广的 当然就是 另外的十分之一 是吧 就是说 我们当然要推广的 就是那些优秀的科幻小说 那怎么作为优秀呢 那么我将它很简单地 下面呢 就是有一个 就是画出来 我就说 首先 科幻之作为一种文学体财呢 其实 绝大部分人呢 都是在 就是工渔啊 课渔啊 的时间呢 就是行下的时间来去看的 所以它是一种 消贤毒物 作为一种消贤毒物呢 它一定是要有趣味性 是吧 就是读得来有趣味 就是如果你枯燥佛味的 就是谁去看呢 所以这个一定的了 是 但是只是趣味性是不足够的 对于我来说 优秀科幻的另一个条件 是一定要有思想性的 刚才我都说到 有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是吧 但是这个思想性呢 当然 如果你再分下去 就要求高一点 就所谓有探讨性 或者再进一步 就是有批判性的 其实现在说 是22年前 我回大陆 北京去参与他们的国际科幻会议 我发表的论文 就是叫做 《发扬科幻中的批判精神》 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 这个好像都在我 那本新书里面有收录的 就是《论论科幻》里面 好了 很快再说一下我的发烧历程 这样很幸运地 我可以这么说 真的呢 我的发烧是 完全是跟着 科幻小说的发展的轨迹 就是 我个人的历程的成长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西方科幻小说来说 公认的秘祖 就是这个法国的作家 叫做《余勒凡尼勒》 那法文呢 应该是Julliverne 我想《凡尼勒》应该是译错的 《纳》这个音是多了出来的 应该是《余勒凡尼》差不多了 因为那个不是Vernah的 但是之前呢 我又不明白为什么叫余勒的 因为我一直呢 几十年来 都是读Julliverne 但是有一次呢 我真的听见一个法国人读这个名字 原来真的叫Julliverne 所以那个《纳》是对的 但是最后的那个《纳》 我就觉得是错的 Julliverne 不要紧要啦 就是习非姓氏 每个人都习惯了《余勒凡尼勒》 当然其中一本最出名的 其实我第一本看的 也差不多是他最出名的《科幻》 就是《海底两万里》 但是当然对很多人来说 不是《科幻法少有》 这本就不是他最出名的 他最出名的呢 就是这本 是不是 我都没听过 哪个叫余勒凡尼 你说什么 什么《海底两万里》 都没听过 但是我相信你没可能 没听过这本小说 是吧 《八十日环游世界》 不过他又抵死 这个在台湾的儿童的毒物 他将它转称的名字 《环游世界》 《八十天》 但是我们一般香港 喜欢叫做《八十日环游世界》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这个已经拍过无数次的 有电影、电视等 其中还有一部 是有我们的《成龙》拍的 但是非常难的 勸大家千万千万不要看 是的 好了 当然他也写过一些少年科幻 《十五少年漂流记》 其实都是力险多的 不是很科幻 但是《神秘岛》也是我的最爱 我很喜欢的 那时候我看到真的如痴如醉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科幻 就是从地球到月球 第一个是真正认真地 尝试用一个所谓科学的方法 虽然后来人们都说 根本里面都是有违科学 这个时间关系不谓了 他用一个大炮 将太空船射去月球 《从地球到月球》 是十九世纪末的作品 但是他也想说一说 很多人不觉得他是科幻小说作家 但是我们科幻爱好者 对他也有个亲切感 因为他写过一本 是有科幻味道 其实也可以说 是诸罗纪公园的一个前身 虽然他没有用到什么黑龙技术 即所谓基因无性复制 他只不过说 原来在南美洲的一个高原上面的一个森林 原来还有些史前的动物 包括恐龙还存在 所以这个叫做The Lost World 作者阿南道尔 大家也很多人知道他创作的人物 但未必一定会认识他的名字 也对The Lost World未必认识 当然他就是鼎鼎大名的 是今年的主题的另一半 就是福尔摩斯的作家 即是创作福尔摩斯的作者 就叫做阿南道尔 福尔摩斯就是推理偵探推理小说 但原来他也写过一本 是有科幻味道的 就叫做The Lost World 有人译到迷失世界的 也拍过电影、电视、什么都做过 接下来 真的当时十九世纪下半页 就有《余勒·凡尔勒》 但到十九世纪末 这个火炬 就由欧洲大陆 横跃英伦海峡 到英伦三岛 将它发扬光大的 就是英国作家威尔斯 H.G. Wells 他写过几本作品 大家都必定听过 左边就叫做《宇宙大战争》 台湾出去了 由幼至左读 但也有时就叫做《宇宙战争》 因为他的英文叫 The War of the Worlds 这个World 其实是译错的 宇宙 应该是不同的世界 当时火星上 原来是有高等智慧生物 但因为他们受到环境变迁 越来越干旱 所以他们寄予我们地球 有丰富的资源 所以就来侵略地球 所以基本上 火星人侵略地球 这个主题 就是第一次 在这本小说里面 带出来的 所以另一个名称 就叫做《大战火星人》 够了通俗 或者叫做《宇宙战争》 但另外右边 其实是合定本 是两本小说 加上一本 一定是节译本 给小朋友看 不过我选到这个封面 那就是两本小说 大家都听过 很出名的 一本就是《Time Machine》 是吧 时间机器 又是拍过无数次的电影 电视 那样的 另一个就是《The Invisible Man》 就是隐身人 或者隐形人 是吧 那这个就是H.G. Wells 好了 那说到我发烧历程 当然不得不提 其实就是电视的影响 当时我看的应该是1969年 在香港 《丽的电视》第一次看到 但其实它在美国的第一次的 那个视播应该是1966年的 如果没记错 真正一路播就是1967年 香港迟一点 但是香港 配了音 是吧 就是我们不用那么辛苦 听英文 或者看字幕 全部是说广东话的 葛克队长 这个是郭拉队长 这个是尖尔朵的闪魄 这个是麦高医生 这个是工程师史国 这个就是那个 陀手Solo 那时候其实真的 就是我又是看得 入了迷 那在美国这部剧集 是真的加传互晓的了 Star Trek 香港就译造星空奇遇 但是在台湾就很有趣 最先译造星纳迷航记 那其实是一个误役来的 因为他大部分时候都没有迷航的 所以后来他们都觉得错 隔了很多年之后 他就改了星纳旗航记 用个旗字不用个迷字 但是他早期是用迷航记 当然这个很有趣 当时的麦的 我都赞一赞 这部这部的太空船 哇,我们真的觉得 是最美的太空船 当然 那个星球大战 里面当然是个个都喜欢 那个叫什么 千年准 那个是不是读个准字 那就是Millennium Falcon 是吧 但是在我们眼中 不是吧 那个咸煎饼 你说漂亮 是吧 你说Millennium Falcon 是不是就好像咸煎饼 有什么特别 但我们不是 我们也有咸煎饼 但咸煎饼之外 还多加了很多东西 是吧 有几条腸粉 可以这么说 我们漂亮点 所以大家知道 科幻世界 其实星战迷 和这个星空奇遇迷 往往大家是对立的 大家不妥对方 或者起码看不起对方 星战迷 不喜欢Star Trek Star Trek迷 不喜欢星战 当然 兼修并促的 都有 不一定这么对立的 那么说回来 麗的那时候很厉害 他将这些太空船 原来英文就叫Enterprise Enterprise 本来就是 解企业 所以现在很多电影 都译到企业号 但是当时麗的很厉害 考虑大家有没有在座 原来有看过的 麗的当时译到什么号 是的 冒险号 是吧 其实这样也不是完错了 因为Enterprise 你要很宽松地理解 我们讲一个人 一个年轻 叫Enterprising Young Man 因为Enterprising Young Man 就是说他是一个 很积极奋进的年轻 是吧 Enterprising就是积极奋进 积极奋进 所以他再进一步 在科幻 他译到冒险号 其实也有点点 但是你想想 如果他当时六多年 译到企业号 哇 你说真是几个什么 是吧 企业号 好了 另一个当然科幻大师 就是这个阿德斯克拉 那么很多 就是以前 就算从来都不看科幻电影的人 其实都有听过这套 经典的太空科幻电影 就是2001太空幻游 那么 我呢 就比较 是大概中学三年班左右 才看这本小说 我是看了这本小说 然后后来 我再重造的时候 我才看那套电影 这个比较可惜 因为他这套电影 是1968年推出 当时是英女王御前献影的 当然奥斯卡 最后也是只得到最佳的特技奖 但是在我们科幻迷心中 地位非常崇高 这本小说 跟电影都一样 当然《克拉克》 就很有名了 有一本小说叫《童年的终结》 是我很喜欢的 是看得很哭的 另一本叫《城市与群星》 或者《与星神》 我很记得中四年看这本 是看得完全废寻忘餐的 走路都看的 另一本是《短故事结集》 The Nine Billion Names of God 《神的九十亿》的名字 已经译了 已经做中文 接着介绍第二个 当然是鼎鼎大名的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他最出名的就是《银河帝国》三部曲 有第一个基地 第二个就是《基地与帝国》 第三本就是《第二基地》 提出这个《心理史学》的概念 但另一个出名的就是《机械人故事》 这里很出名 我记得是中二那年 Form 2 第一次是遇到《3 Laws of Robotics》 当时当然只有英文 没有中文 很迟很迟才有中文 我一看他这个 即是《机械人的学》 其实理论上来说 《 Robotics》就是《机械人学》 的三定律 当时是震撼的 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什么时候创出来的 你看看西莉 是1942年创出来的 他就说 即是《机械人不得伤害人类》 或者袖手旁观 坐视人类受到伤害 第二就是 《机械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除非他违背第一法则 他应该用法则是对的 他应该用法则是对的 但其实那个译 我觉得中文的语法 第二法则是应该将 第二法则 将后面的部分 理论上的 除非违背第一法则 《机械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所以第三法则 我又会把它摆回前 就是 除非违背第一 或者是第二法则 《机械人必须保护自己的安全》 这个就是 《三条案》 当时第一时间 就抄在我的记事簿上 那时候是《二条案》 但发觉 其实都是多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已经深深地 印在我的脑壳里面 我当然不用记事簿 我之后就做梦 我都背得出 几十年来 是吧? 但是 说回有趣 刚才说过我发烧的历程 但是如果说在科幻小说本身的发展 近年 所谓近年 都是近四十年左右 因为之前那些人就不太觉得这本是科幻的 但是呢 大概起码都四十年前 英国一个科幻小说作者 叫Brian Elders 他就 力图就论证 就说 其实很多人当作是一本叫做恐怖小说 或者歌德式的恐怖小说 的Gothic Horror Novel 1819年 由玛丽雪莱所写的《科学怪人》 就应该被称为第一本的科幻小说 其实他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现在大部分人都赞同的 最先 当然他最先 现在说起码四十年前 他最先提出来的时间 就引起一些争议 有些人不同意 但现在大致上都同意的了 但是呢 同意了之后 很奇怪的 因为1819年之后 是有一个很大的断层的 是吧? 1819 我想起码是一百五多年中间 是空白 是没有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 这个玛丽雪莱 真是走在时代的前头 对不对? 还有一样东西说出来 吓死你 他说1819年 但其实原来玛丽雪莱 写这本小说的时候 刚刚是十九岁的 是十九岁写的 你可不可怕? 你猜不猜到自己十九岁写的一本小说 可以流传到现在 是二百年了 今年是二百周年纪念了 是吧? 流传二百年不得已 还无数的评论 无数的电影 电视 甚至是画剧 我在香港也有看过画剧 广东话版来的 是改编字 科学怪人的 我在葵青剧院看的 厉不厉害? 我想他真的发梦都猜不到 但后来这个玛丽雪莱 他不是写了很多小说 他后来就变成了一个 腐解运动的一个积极的分子 值得我们在敬佩的 好了 第二呢 刚才说到的就是《娱乐华尔勒》 你看到了 他是1828年到1905年的 所以其实他很多的作品 就是十九世纪下半页 刚才提出过《海底两万里》 《从地球到月球》 《地深探险记》 《八十六环游世界》 《神秘岛》 很多的 左下角就是他的肖像 这样之后 威尔斯刚才说过 他就是1866年到1946 其实他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他才过世的 他说过了 时间机器 宇宙战争 隐身人 但其实他也写过一本 就是《去月球》 最底的那本《The First Man in the Moon》 也拍过电影 但是《尾尔》那一部 也拍过几次电影 电视都有 叫做《莫乐博士岛》 那就厉害了 因为当时 其实是十九世纪末 虽然 但是连基因也未发现 那时科学家也未知有基因 但他已经去探究生物改造 这个概念 就是说一个疯狂的科学家 在太平洋那个荒岛那里 做这些这样的生物改造实验 就把动物改造成人 但是当然我们的男主角 就是一个意外 海难 就漂流到那个岛 才揭发了这个东西 很多电影的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上网查看 好了 另外当然要提的 就是所谓二十世纪三大 反乌托邦小说 Distopia 我们知道 Utopia 就是叫做乌托邦 就是理想国 Distopia 就是反乌托邦 有人就译做 恶托邦也可以 有些喜欢这样译的 中文 那就是指什么呢 原来就是 应该是1921年 就是泽米亚 既然当时他就是苏联 因为苏联在1917年 就变成了共产主义 由俄国变成苏联 但是其实有些知识分子 包括有些作家 已经觉得很不对路 虽然他说这个应该是人人平等的一个天堂 但是怎么知道 原来慢慢演变 就是那些共产的干部就变成了新的特权阶级 而且就越来越专制 甚至越来越极权 人们都没有自由思想 受到巡制 所以他就写了一本 就是 就是 你知道 以前我们就说很多时候 写小说 中国人借古奉金 是吧? 但是很有趣 其实科幻小说 类似 不过他就不是借古 他就借什么? 借未来奉金 是吧? 就是他说的 是未来 但是他讽刺的是说今天 借未来奉金 第一本就是《扎米亚经》了 就是说未来一个极权社会的 但是接着来 就是应该 虽然我次序有少少倒转 说真的 应该去右手边 那个阿尔道夫赫衰黎 就是 Elder Huxley 的《美丽新世界》 虽然他英文叫《Brave New World》 不过 我们就不叫做勇敢 一向的翻译叫《美丽新世界》 他是1932年 好像不知是32还是33年出版的 他又是讲生物改造的 但是当然那时候人类已经知道有基因这件事了 虽然还未发现DNA的结构 但已经知道有Gene这件事了 有基因的了 就是说 未来的世界 原来是一个生物改造的世界 就是人类改造自己 于是 就改造到什么呢? 有些人是特别聪明的 就是第一级、第一等 没有那么聪明的第二等 然后第三等 然后中间那本 应该是1949年的作品 就是叫《1984》 《1984》 对于当时的作者 就是叫做George Orwell 当然就是几十年后的未来 是吧? 但其实他就是说这个 又是极权社会的 某程度上他更有趣 因为他是说英国 他是英国人 英国其实给我们印象 就是一个 自由民主的传统都很深厚的国家 是吧? 但他就说不是了 他说世上的东西没有必然 是吧? 即使好像英国一个 这么讲求自由民主的国家 你猜他不会 就是有 变成一个极权国家的可能 都有这个可能 于是其实小说里面 就是说英国 就变成了极权国家 当然他又不是只说英国 他又是说一些 所谓西方国家 或者他又说什么 大洋洲 什么洲 但基本上他是英国为主 不用说了 这一套 左右这两本 其实就是拍电影电视不多 但中间这本《1984》 就拍过很多 大家可以找不同的电影版本来看 好了 这里讲 就是说 刚才我说 最先就是在欧洲的法国 然后跨越英伦海峡 就去了英国 但后来真是大放异彩的 就是再跨越大西洋 就去了北美洲的美国 但是他最先大放异彩得尼 其实就有少论的格 为什么呢? 因为 《娱乐范伊勒》 其实在很多人眼中 真的纯粹是通俗小说 等于以前金庸 在报纸发表 你都觉得他是通俗小说 不过现在就升了 不过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威尔斯 其实人们觉得他的文笔真的好 其实他有些作品 已经是贴近主流文学 不过 当然主流文学也不接受他 但是他的地位是高一点的 但是当他去到美国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降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 真的是一个 我们叫做 一个很大众化的社会 是不是? 是讲求所谓大众的文化 我们叫做Mass Culture 美国不叫Mass Culture 他叫什么? Mass Culture Mass Culture 是他的发音 美国很讲求通俗 一样东西都通俗 不是贵族的 因为他当然是英国主子 就是贵族 我们这些殖民者 就是通俗 所以他很自豪 对通俗这件事很自豪 所以他去到科幻也是 去到美国 于是就出了一些 这些是真的通俗的科幻雜誌 流行雜誌 最先的就是1926年 厉害了 快到了100年了 对吧? 还有几年而已 由这个Hugo Jensbach 就是成立了叫做 Amazing Stories 就开启了美国科幻雜誌的时代 但是呢 然后后来呢 另外就有 去到这个 四五十年代 就出了一位 我们叫做金牌编辑 这个就不是作家 他有写作的 但是那个产量就不多的 都很精彩的那些故事 但是他最主要的贡献 就是培养很多的作家 包括刚才说的阿西莫夫 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所以 那些人从事后看上来 我们经常很喜欢怀面过去 于是就叫做黄金时代 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 就是四五十年代 或者有些去到六十年代初 所以刚才就是二十世纪 三大反乌托邦小说 但是呢 现在就说了 就是二十世纪科幻三巨头 那当然这个呢 其实有一点就是 以英语世界为主的 那这个也是 的 因为最先科幻发展 都是在英语世界 当然后来呢 就在其他的 不同的国家民族 都有了 因为我昨天呢 其实吃饭的时候 和一个内地的编辑 我说了 原来他现在在美国 读一个博士 他是巫石人来的 巫石人就 下来香港读中文大学 然后去了美国 现在在这个加州大学 读一个博士 是研究了什么呢 就是拉美科幻 拉丁美洲的科幻小说 厉不厉害 说真的 我都很外行 我只设了一个波格斯 就是一个 好了 说回 确实在大部分时间 以二十世纪来说 英语世界 就占了九成 九成里面 最出名的就是这三位 都介绍过 这两位 一个是克拉克 一个是阿森莫夫 这些作品不多说了 第三个 就还没说 叫海来恩 因为以前内地叫海恩来恩 不过我最近也跟了台湾 我觉得台湾叫法好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英语其实是Robert Heinlein 海恩来恩 其实你用海恩来恩 就是很无谓的 因为海恩来恩 就是海恩来恩 也很足够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译法 是比较好一点 不要这么吵架 这个就是几本的克拉克 著名的作品 刚才说过 Charles and 2001泰昂漫游 这个是说深海木瓶 就像我们的牧羊一样 就是将银鱼是木瓶 就叫做Deep Range 这个就是阿世莫夫最著名的 银河帝国三部曲 不过他就叫做基地三部曲 The Foundation Trilogy 也有个机械人系列 最先那个结集叫 I Robot 这个名字已经很厉害了 你想想 我机械人 是吧 但不要忘记 他这些故事很多 是40年代写的 厉害吗 厉害吗 好了 这个就是 Bicentennial Man的剧照 这个就是神奇旅程 将人缩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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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 The Moon is a House Mistress 也可以 但这本《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二乡中的二客》 其中一本《Starship Troopers》 可能因为作品是改造电影也不多 其中一个就是这一套 就叫做《星河战队》 在香港上映了十多二十年 但我觉得完全背离了原著的精神 我就很不推荐 不过如果你们很喜欢 我知道有些人很喜欢看 就是打游戏也是 那些脱头脱骨 又就是肚子的肚子都出来了 很推荐的 因为它就是这一套电影 血淋淋 头脚和手断 你喜欢看那些就看这一套 我不喜欢的 好了 我经常做一个比喻 就是这样 一个人说很喜欢看武俠小说 但竟然从来未听过金庸梁与生的名字 或者一个人说很喜欢看精丽小说 但是不知道谁是福尔摩斯 也未看过Agatha Christie的作品 所以同样道理 一个人说很喜欢科幻小说 但从来未听过哈拉哈阿西莫夫可来恩 不是吧 但我们香港是很特殊的 我们香港就是很多第三个中人 是吧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看英文小说的习惯 以前翻译也比较欠缺 那是真的 但我们香港就没办法 也因为出了一位很厉害的人 你一说科幻就想起他了 那他就明天在这里讲工作了 就是哪位 就是威康先生 就是韦斯理 所以有一段时间 哦 科幻啊 韦斯理 那你说科幻啊 克拉克 那会不会 你会不会香港人说 科幻啊 我克拉克 没有 但是你说武俠 当然金庸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武俠 金庸 科幻啊 克拉克 其实是一样的 是吧 但是很奇怪地 香港人就不是了 是吧 好了 但是如果你说 在这个三巨头之外 你要叫我推荐一位 一位作家 我就不得不一定推荐这位了 就是迪克了 菲利普迪克 Philip K. Dick 其实他的得奖作品 就是中间这本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就叫做高宝中人 一个宝女的宝 那你只看那个书的封面 已经厉害了 他原来的美国 就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原来是战败的 在这个故事里面 就是一个叫平衡时空 或者叫平衡宇宙 最后就被日本和德国 就是纳粹德国 瓜分了 西面就是日本统治 东面就是纳粹德国统治 故事的设定是这样的 你说是否厉害 但是如果你让我选择 我是喜欢右手边那本多一点的 叫I in the Sky 大家有可能听过 有一个哲学的理论 叫唯我论 就是说原来这个世界 没有其他人的 只有我 你们其实都是我 虚构出来的 但是这本小说 可以说将这个想法 推到极致 但是 它是很多很多的作品 但是其中一个最著名 是类似 有一小小似 梵高的遭遇 就是生前 就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 但是死后才越来越出名 甚至他的作品 如果说科幻作家里面的作品 改篇《搬上大银幕》的 他就一定是排首位 包括阿洛舒华辛利家 做的那套《宇宙威龙》《Total Recall》 帥哥 帥哥 《Tom Cruz》做的那套《未来报告》《Minority Report》 还有好几部 还有很出名的 就是最近拍了一集的 那套《Blade Runner》 就是那时候叫做2020的 最先上映 但是后来我们也跟了 这个台湾叫做《银翼杀手》 刚刚不知去年还是前年 就出了他的一集 几十年了 因为他第一集是1982年的 那套电影 不知去年前年 就叫做2049 对不对 《Blade Runner》2049 全部都是Philip K Dick 但都是全部他死了之后 那这套就不是电影了 是电视剧 是一套美剧 那就是极其推荐 大家应该是Netflix Netflix可以看的 就是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就已经做了 拍了这个美剧 拍得很好 不过我只能看到《Season 1》 其他的还没看 不过我都不打算看 因为没那么多时间 但起码《Season 1》是值得看的 如果你说另外一本 真的是巨暴头 在西方科学院界很有江湖地位 一定是这本《Dune》 就是Frank Herbert的《沙丘》 中间那个就是作者 其余那些 其实就是 左手边其实是海报 因为1984年 他就搬上大银幕 香港上映的时候 就叫做《星祭奇兵》 真的逐不可耐 那些名字 香港的人是想到这些 其实我后来又拍过一些电视迷你 一个系列的 mini series 现在整天都说重拍的 那问一下我们前会长 白银辉先生 究竟何时出了 重拍这部大电影 在拍的分上下集 都好的 因为它实在太庞大了 等于我们的射雕 一部电影拍了整个射雕 你说是否很艰难呢 那就《Dune》 但是如果你说 最感人的科幻 我就会推荐这个 叫做《Flowers for Algenon》 就是由Daniel Keys这位作家 其实他的产量很少 但是他这本已经够了 就是 你看这个《白老鼠走迷宫》 如果译呢 有中译本的 现在台湾也有 大陆也有 就是《倩给亚尔吉隆的花束》 《Flowers for Algenon》 那只Algenon就是白老鼠 但是《荷里活》 几十年前 就把他拍了电影 但是跟《原著》其实相差很远 但是我也觉得可以一看 就叫做《K人查理》 在香港上映的时候 叫做Charlie 就改了名字 又是看到《哭》 我都说我看《科幻小说》 而看到《哭》是三本 一本就是这本 另一本就是刚才说的《童年的终结》 还有第三本 我这里没有时间介绍 叫《Hyperion》 另外一本 又是很感人的 特别是如果在电影里 是结尾的那十分钟 真感人 就是叫做 《华视451道》 就是那个《原著》 就是Ray Bradbury 是一个美国作家 但后来呢 就是法国大导演 杜鲁福将他拍成电影 《香港上映》叫做《烈火》 右边就是《海报》 最后一幕就是 原来政府将《书》这件事 是列为禁品 所以在我们的《书展》里面 说的这个真是对 即是直接 秦始皇就焚书坑余 但他只不过焚某一类别的书 对不对 但他说未来的世界 原来政府就认为 《书》这件事是反动的 可以煽动民众的 根本就不准书的存在 当时他的男主角是什么呢 他男主角是消防局 应该有成员 但这个消防局的主要职责 就不是救火 就是去放火 哇 很棒 这就是《科幻小说》 创作的《颠覆法》 消防员当然是救火 他说不是 消防员是去放火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你一查到 有些人是撕藏这些书籍 哇 立刻那个消防车 就哔哔哔哔地去到 就把书籍拿出来 堆在中间 然后一把火烧掉 所以很精彩的 很震撼性的 其中有一幕 是吧 临到尾那幕 就是原来他们去到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很偏逼的树林那里 就是政府都没有理他们的 那里原来是 那些书就不存在了 就算政府来到那里 也不过 为什么呢 真的没有书 因为原来每一个人就是一本书 就是原来每一个人 都将一本书背了 然后呢 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哇 好感动的 那一幕真是 好了 那这里呢 中文科幻发展的概略 时间关系好 真的很快 只能够 最先 49年之后 在苏和影响底下 就有一批的 郑文光、蕭健亨 那个亨字来过 我写错了 叶永烈和恩正、刘思庆的作家 但是后来改革开放之后 八十年来之后 四川的成都 创办了科运世界杂志 后来也有一个叫声云奖的一个奖项 培养了一些很新的作家 这样呢 你看到后面了 新进作家 其实王俊康 明晚就会来这里说话了 王俊康 刘思庆 刘思庆 今年没有来 但是他八年前来了 座无虚直 但是座无虚直 我又有捧场 而中看到那些听众 很多都是年轻人 很开心 但是我都有些打完问号 头颗顶的问号 出来了 为什么香港年轻人 会认得刘思庆 那么厉害呢 八年前 谁知道后来 说完之后 答问时间举手 全部都是讲普通话的 那些年轻人 全部都是讲普通话的 就是说 根本在座的那些 全部都是内地的学生来的 其实那些大学生 因为八年前 都很多 八间大学很多内地生 他们慕名来捧刘慈欣 我们土生土长的那些香港仔 鬼识刘慈欣 是吧 真的没办法 这个故事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当然另外韩重 今年就是年度作家 有没有留意 如果你有看过展览 所以他明天都会在这里说 和王俊康 和小弟 我都会出席的 王俊康 韩重 我和一个忘日本地的作家 都是编辑 都会有一个讲座 和分享 何直 慈慧 这是女作家 但我都觉得他写得很好 台湾方面 先驱黄海 呂应中 最出名的就是张系国 然后叶延都叶李华 苏日平 香港不用说 危康、盗占 谭剑 露家 露家再做 所以我鼓励他写多些 否则我帮你随名 这个 当然李易商就是本人 我只是写得很少 海外的 马来西亚就是张草 作品推介 就是张系国的声文组曲 和城的三部曲 五玉碟、龙城飞障 一羽毛 叶延都可以 其实我会有一个图 王俊康的 是《矮生》和《十字》 都是很出色 刘慈欣就是三体 这个就是张系国的城三部曲 五玉碟、龙城飞障 和一羽毛 在《刘慈欣》的三体 就是三部曲出之前 可以说是中文科幻的 创作的最巅峰 就应该是这三本 同样是三部曲 就是一个布局非常庞大的 气魄很灰宏的 一个讲未来世界的科幻小说 当然现在更加多人知道的 就是《刘慈欣》的三体 好了 跟着刚才介绍的 就是叶延都的《海天龙战》 我极力推荐的 全部是短故事 但是短得来有些是中篇 还有叶李华 就是我昨天先和他一起吃饭 他昨晚已经飞回台湾了 他昨天早上在这里讲讲座的 就是时空游戏也是推荐的 另外刚才说过张草 马来西亚的 他写了三部曲 厉害了 他第一本已经先声夺人 叫《北京灭亡》 不过 三部曲原来是第一部 第二部叫《诸神灭亡》 厉害了 第三部叫《明日灭亡》 原来《北京灭亡》是很小事 对不对? 原来很小疑惑 好 当然还有谭剑的人形软件 《蕭源时空之王》 我那些一会看 谭剑 《人形软件》 叫做《黑夜旋律》 你书展全买得到的 这些书 当然他今年新出的 其实他将那些旧的短故事 再重新篇 结集了 有十六个故事 就叫做《免费之城忧累症》 我亦都极力推荐大家这本 《蕭源》 写过《时空之王》 冬夜一个女人 但如果大家有点印象 早前有一段时间 起码有好几年 我们经常在外面坐巴士坐车 会看到他的样子 因为他的样子 就在那些巴士上面 在双层巴士中间 常见他的样子 知道吗? 因为他就是补习天王 但是补习天王 他就不用这个圆 这个是用火的 补习天王是用水的 就是三点水 原来那个圆 即是源头那个圆 是吧? 起源那个圆 就是《蕭源》 有没有印象? 中文科补习天王 是蕭源 那我不再详细讲下去了 你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算了 好了 接着就是陈浩基 不用说了 今天三点 就是有谭劍陈浩基的对话 你们真的 如果想着 有什么节目 都可以cancel他了 是吧? 一定要来谭劍陈浩基 他最先属于一个最著名的 是否叫做网红 是吧? 就是在网络上爆红出来 我不懂这些潮语 但是之后就正式出了很多的书 其中一本很出名的 叫《1367》 真的非常抱歉 因为这本我真的没看过 我已经被人骂了 很重要了 他说你才能不能还没看《1367》 我说是没有时间 我跟着就会看的了 过了这本书展 我会看《1367》 因为个个都说非常好看的 他还有写很多 其实就是介乎科幻和推理 可能是推理多过科幻 就是他的作品 但是今天下午3点 那两个对谭 谭劍和他 正是说 那个题目 我都背得出 叫做《科幻中的推理》 然后就是推理中的科幻 另外一个就是我最近的 我们现在科幻会的主席 特别推荐我看 那我就姑且信一下他 看完我觉得真的好 叫《五分》 这位作家是台湾的 他就写了这本 叫《3.5强壁升级》 我也觉得真的拍得不错 也可以向大家推荐的 好了 面不红心不跳地 都推荐自己那本 就是《无限春光在太空》 左手边那本就是1999年的版本 右手边这本就是今年的版本 虽然名字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里面的故事是多了 多了好几个故事 为什么多了 我又不改另一个新名字 这是另一个故事 时间关系不讲了 不是,原来有讲 因为原来 刚才那两本书是相隔20年 但是中间刚刚2009年 刚刚十年前 有一个出版社看中了 就是明昌出版社帮我出 但是那时候我就加多了新故事 于是就改了一个新名 叫《泰拉文明消失之迷》 但是后来还有国内版 右手边是简体字版 《泰拉文明消失之迷》 但是今年呢 其实我跟明昌说 我说今年书展是科幻做主题 不如将它再版 他说很压他 口答应 但是我再版 其实我很不喜欢这个书名 《泰拉文明消失之迷》 我是喜欢《无限春光》 所以我极力建议 不如用《无限春光》 他又同意了 所以出现了一种 我想出版界来说 都是极罕有的现象 就是呢 其实《泰拉文明消失之迷》 和第一本《无限春光》 就九成相似 只是有小小新故事 但是现在反而 今年出的《无限春光》 其实内容跟这本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名字呢 就跟20年前那本一模一样的 我自己都觉得很乱 不要管了 当然了 但是其实如果你说科幻的 我就出过好几本 就是超人的孤席 就是西方科幻小说的 《阅读与欣赏》 这本也没办法了 我烂了 其实我在家里拍了 原来是弄的 我全部都是在网上截止 《挑战时空》 1996年出的 这本是几年前出的 就是《科幻迷情》 其实都是评论科幻的东西 里面有一篇我都很喜欢的 叫做《韦斯里大战木兰花》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欢看《木兰花》 我写了一篇这样的东西 但是中间呢 其实我又做过一件事 就是做编辑了 我真的花了很大的精力 花了很多时间来做这件事 就是聘请了很多人 挑选了很多作品 其中我找了一个《鸝康》 我真的去到《鸝康》的家里 跟他谈的 他又给了一个版权 一个故事 就是标本 可能大家都看过 就出了一本叫《宇宙摩天伦》的一个揭杂 为什么我看不到副标题呢 应该有的 就是《香港短篇科幻小说精选》 《宇宙摩天伦》 也是名称的 但是后来也有《国内版》 但是《国内版》就要改名了 这件事真的没有人 这件事就是一个 应该是很常见的现象 不是罕见的 因为原来《宇宙摩天伦》里面有些故事 他认为太敏感 就觉得不能够包括在内 就要我剔除 我没有人 我为了争取要有内地版 都要妥协 但我亦都趁这个机会 又加多了几个新故事 所以就出了这个《宇宙潜航》 这个版本 这个内地的间梯字版 好了 现在又推销一下 今年我有四本新输出 所谓新 但是刚才一本就是所谓《无魂春光》 其实是旧作再版 但是这本就是《论尽科幻》 里面有些文章是以前结集过 分别在几本书 现在再拿出来 因为那些书已经绝版了 但是也有新的文章 等于很多歌手 喜欢那些叫什么 那些叫《新曲加精选》 大家知道是吧 所以就叫做《论尽科幻》 现在大家最容易买得到的 很多我关于评论科幻 欣赏的文章就在这本书上 好了 都给大家看看 这个最出名的 现时中文科幻界的顶尖之作 有人说《江顶之作》 就是刘慈欣三体的三部曲 那 话说这里又有故事 就是说 应该很早已经有人 买了他的电影的版权 而且就是开拍的了 甚至说 第一部都差不多已经拍完的了 但是到现在都未上映 那就是 为什么呢 就是江顶很多传闻 没有什么人真的知道 这样 就说 其实第一部 已经那个女主角大家都知道的 如果你有看内地的电影 就是《张静初》 有人认识《张静初》 就已经拍了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 因为三体一开头 第一本 是讲文革的 那就是因为现在你知道上面 越收越紧 这件事他也不想提 所以拖到现在都未上映 后面的第二第三本 就是《遥遥无奇》了 当然另外有一个 也是拖到遥无奇的 我都没有放下这个PowerPoint 大家可能都有质文的 就是古天乐的 就是自己投资了很多钱下去的 重金的 叫做《明日战忌》 有没有听过 如果没有不要紧 你上YouTube 你打《明日战忌》 你已经看到他的预告片 那个trailer 但是又是千呼万唤都未出来 以为今年暑假一定出的 暑假档期还不出 但都未出 为什么呢? 我又不知道 好了 这个就是刘慈欣 内地的人 差不多个个都拿称他做大楼 大家千万不要错意 因为我们香港的大楼 就是另一个人 一定没有这位大楼 那么被爱戴 不用说了 这个就是国落的大楼 这样他三体 还有其他的故事 都已经有英文译本了 我也很佩服 那个 译的叫做 Cent Liu 是吧? 我忘记了 刘雨昆 是吧? 刘雨昆 是一个美国人 就是华裔的 当然 他译了做英文 我看也辛苦 因为三卷本加上 我想起码有五六十万字 一本 起码是十几二十万字 所以三卷加上 我怀疑他的蝙蝠有可能 比射雕神雕高的那些 很厉害 另一个就是王俊康 其实如果你说出道祖 和成名祖 王俊康其实在刘慈欣之上 不过现在 后来居上 刘慈欣的名气 就好像在王俊康之上 我认识王俊康早很多 因为我早在1997年 那时候 回北京开会 我已经认识王俊康老师 那时候 大家都叫他老师 他两本很出名的作品 他有很多作品 他有很多作品 譬如《矮生》和《十字》 我都觉得是写得很出色 很值得看的 那另外一位就是韩松 又是了 明晚又会来说话的了 他的地铁、红色海洋 他又是很破格的 他写的那些东西 亦都很大胆的 那怎样呢 都留给大家自己去看吧 好了,近年很开心的 因为有些女作家出来了 那还不止 还拿了一个西方的 最高的殊榮 就是这个 星云奖 其实第一个拿的就是刘慈欣 刘慈欣的三体 就在几年前 就拿了那个叫 乳果奖 Hugo Award 就是在西方 科幻界 就等于奥斯卡 说真的 你拿到他就等于奥斯卡 那叫做乳果 Hugo 但是假了几年 好像假了两年而已 就是轮到郭景芳了 但是他这个 就差很远的 跟刘慈欣的三卷 刘慈欣那个 就是分钟五六十万字 他那个大概都是五千字左右 其实是一个中篇 但是他在中篇这个类别 都拿到奖 郭景芳 另一个女作家 就叫做夏家 又一个年轻一辈的 新生代 他有一句 他创的也挺好 一切美妙的科幻 都与初戀无二 很厉害 很适合找大家 其实他们几个 就是前年 现在说的 是不是大前年 我都不记得了 眨眨眨都差不多三年了 就来到香港 我们招呼他 所以这个 就是当时 我们去吃晚饭 这个就是郭景芳了 这个就是郭景芳了 另外呢 我右手边 这个就是夏家 另外一些 就是一个编辑 这个也是一个作家 是不是 陈秋帆 是的 陈秋帆也是一个年轻的作家 这样 这位白锦辉先生 就是我们的前会长 我们现任会长不在 那晚来不到 好 另外 很特别 我想介绍一位香港的作家 其实如果你 学生时代 在我 我的学生时代 大学 几十年前 四十几年前 其实有一本雜誌 很前卫很前卫的 就叫做好爱 现在都有的 但是 已经一点都不前卫了 现在 其实完全是走一个 我们叫做 很通俗的路线 就是 一个消费性雜誌 消费性消贤的综合雜誌 其中一个 始终就是 这个陈冠宗 其实 他另外一个 大家熟悉得多的 就是 当然 就是岑建勳 就是那班人来 就是岑建勳 但是 陈冠宗 后来 就变成了一个作家 寫下寫下寫下 就寫了很多东西 他寫过 叫《香港三部曲》 不过都 好几年前 至少十年前 但是这几本 其实 第一本 可能是 多少年 好像是 都接近十年了 第一本 零九年了 因为他说的是 2013 你明白吗? 不过这个小的 你看不到的 他那本叫《盛世》 《中国2013》 是十年前出版的 2009年出版的 2013 也是四年后 四年后的中国 是什么呢? 真的要卖个关子 他也是完全不号称 自己是写科幻的 但是我们看上 我觉得 当然是科幻 但是 中间这本 《拿命》 就真的不是科幻 所以 如果你是真的看科幻 第一 第三已经够了 但是 我就极力 勸你看第二本 因为我觉得 以小说论小说 其实第二本的成就 是最高的 但是第二本 是非常识情的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是吧? 是很黄色的 但是其实 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 它不仅是卖弄这个识情的 它是有意思的 那个批判性是很强的 其实是第二本 它是说现在的情况 但是呢 第三本呢 就是《科幻》 《建峰二年》 就很厉害了 其实某一程度上 就是刚才我说的 高宝中人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我们那些叫 alternate history alternate history 就是一个另类的历史 就是一个历史的发展 比如 很早 其实比这个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更早的就是说 美国南北战争 原来是南方赢了 于是美国就变成这样 这样 这个很出名的 《Brain the Jubilee》 这一本 但是刚才 《Man in the High Castle》 原来就是这个 俗心国赢了 美国就比日本 和纳粹得过瓜分 这本《建峰二年》 就类似了 他说原来呢 1945年这个和平之后呢 三年内战的结果呢 就是国民党赢了 共产党就敗走 到最后呢 毛泽东屈屈以终 在中国大西北 不知哪里就死了 于是呢 就统治了整个中国 后来他又死了 就传给蔣经国 这样呢 其实这个《建峰二年》呢 就是讲蔣经国执政之后 第二年 的情况的 厉不厉害呢 《建峰二年》就是了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样 那就留给你自己看吧 但是很坦白说 以小说论小说呢 其实我觉得第一第三 都是有瑕疵的 就是不是一本很正常的小说 第一第三都 正常的小说就是第二本 但是第二本可惜就不是科幻了 刚才说的那么多都是英文 我都说了 真的没有人发 过去就是特别二十世纪以内 九成都是英文 但其实英语世界之外 都有一些非常出色的 科幻小说作家的 其中一个呢 就是很多人推崇備至的 我自己就是 但是他的头号粉丝 就是史坦列罗夫林姆 史坦列罗夫林姆 史坦列罗夫林姆 他的作品其实是最出名的一本 就是这个Solaris Solaris其实两次拍过电影的 一次就是俄国 就是当时也是苏联的 苏联大导演塔可夫斯基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影痴 如果有影痴 可能都知道塔可夫斯基 就是等于日本的黑澤民 但是其实他的艺术水平是高于黑澤民 这样就是拍了 就是六几年的 都好像是跟2001太空漫游 差不多一同一时间推出的 六八年左右 但是呢 右手边那张海报呢 就是我们英俊明星佐治古尼 这样就是荷里活的电影来的 当然他的监制就是这个 占士金马伦 那个导演就是Steven Soderberg 但是其实我也觉得 有很多人就把新作和旧作给 就说荷里活那一套 和大师那一套 当然不能给 等而下之 我又觉得不是很公道的 你都要跟塔可夫斯基比 但是我觉得 以作为一部科幻电影来说 新的那部都可以一看 其实都不错的 两个都完全不同风格的 Solaris 好了 其实呢 很早我已经看过 西方有些人这样说 他说 Islam is not subsequently awarded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t must be because somebody told the judges that he writes science fiction 就是说 就是突显了主流文学 其实是觉得科幻小说 这些是等而下之的东西 不能登大瓦之堂的 这些是怪力乱神的东西 很低俗的东西 是吧 所以其实 林武 即是Lam 他写的小说 其实我觉得他的技术成就很高 真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 真的认真看下他的小说 不过要很辛苦去找 当然如果去Amazon找 你都可以订得到 书店很难买得到 我就算去 十几二十年前去史丹福大学的大学书店 无意中找到这个Lam的 有几本的小说 开心到我不了 但我去年 又去回 都隔了很多年了 又去回这个史丹福大学书店 我都差不多找不到 是吧 已经是史丹福大学 这么有文化了 叫做的大学书店 是吧 普通书店就更加难找的 所以都只能够去Amazon找的 差不多 那另外一个呢 又回到英国 其实英国也很厉害的 有两个作家 一个叫做Olive Stapleton 他呢 其实写过很多篇的 但我最喜欢这篇 叫做天狼星 serious 天狼星 是讲一只牧羊狗 给一个天才科学家 做实验改造 提升他的智力 是后来达到一个人那样的智力 哇 而成本书呢 就是由他 来去作为一个智术的 就是 是讲出来的 成本书就是这只牧羊狗的 很精彩 另外呢 Fred Hoyle 他本身是一个天文学家 但是呢 他就喜欢写一下科幻 其中一本叫做黑云 The Black Cloud 我觉得真的写得非常之精彩 他就说 无意中天文学家发现了 有一团的星祭物质 那些离慢的气体和尘埃 其实在太空深处呢 经常都见到 不是什么特别的 但是毕加火了 原来有一团呢 不知不觉地 是靠近我们的太阳系 而且呢 照他的轨迹呢 最后会呢 穿越 地球和太阳之间 那就是说 地球呢 就会有一段时间 就直接是 被他遮蔽了 就是没有了太阳 那就会 世界末日了 虽然他始终会离开 但是如果你说没有了太阳一个月 可能他穿过了几个星期 一个月 都死了 几个星期没有太阳都死了 那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看 这个Fred Hoyle 其实他有一句说话呢 就 我很喜欢的 其实他就是在这个 Ray Bradbury 火星记事的序那里写的 那时候我看一看中文的译本 所以我就抄了一个中文出来 我说有人说 在通俗的科幻小说里面 就可以找到最低劣的写作 我说我对此没有意义 我在此要提出另一点的就是 人类将来最优秀的写作 也都只能够在科幻小说求知 因为在这个科学一日千里的时代 科幻小说是唯一直视人类处境 不断变迁的小说的体财 我觉得写得很有道理 而我亦都将这句说话 用了在今次书展的那个展览 那个叫《文由四道空间》 大家都知道了 的序言 因为谋法局请我帮那个展览 写一个序言 我里面都引用了这个 霍尔·Fred Hoyle 这句说话 另外呢 有介绍一些比较冷漫的作品 但我很喜欢 这个C.S. Lewis 如果大家是一个 虔诚天主教徒 或者你都会看过他的作品 因为他是写一些 全教的东西 写得很好 其中一本就叫做《Basic Christianity》 原来他有写类似科幻小说 但科幻是非常有哲理性的 也有神秘主义成分 第一本就叫做《Out of the Silent Planet》 《逃出直静的行星》 我记得我是中四的时候看的 哇,这本真的完全震撼了 另外呢 刚才介绍过Ray Bradbury 《火星技时》 《Martian Chronicles》 我都说Fred Hoyle 那句说话 我就是在这个中日本序言里找到的 《Martian Chronicles》 后来也拍了电视剧集的 由洛克逊主演 另外有一些作家 我也很喜欢的 就是《逢来果》 Curt Vonnegut 比如《Sirens of Titan》 或者Cats Cradle Cats Cradle 说起来我都真是丑怪 我这本书呢 我是中学写时期看的 那我就很喜欢很喜欢的 是一个黑色幽默的 就是荒谬剧来的 是科幻里面很少有这样的 但是我那时候 那本书就没有这个封面 我看过很多在大会堂借的 可能也没有封面 我隔了很多很多年 我是去到移民去澳洲 已经成四十岁 我才知道什么叫Cats Cradle 原来就是这些 是吧 就是我们生日子玩的 用一条绳子 转来转去的 那你就知道 我的惭愧就是 我说自己是读翻书 翻书仔 但我始终不是在外国长大的 你不在外国长大 有些东西你真的不懂就不懂 我要去到四十岁 我才知道原来 英文的Cats Cradle 就是指这个游戏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一些语语给大家听 好了 然后另外 这个 Margaret Edwards 其实在外国是一个很著名的女作家 就写了很多小说 都很受推崇的 但是她在八十年代 好像是否八五或八六年 就写了一本叫Handmaid's Tale 其实很久的 但是那时候 那些人就觉得 哇好有趣 因为她的设想又是一种 但是她是未来的 叫做反乌托邦 反乌托邦 就是说原来未来 不知道可能人类世界 经历过的大灾劫 灾劫过后 人类就倒退回到一个 类似中世纪的时代 但是在这个中世纪的时代 女性过去几百年 辛辛苦苦所争取得来的 那个和男性的 那个平等的地位 就大倒退 大倒退 于是呢 女性又变回是男性的附庸 完全就是生育工具 是吧 完全就是受命于男性 所以这个叫做是女的故事 那隔了几十年之后呢 其实是几年前呢 又是拍了剧 这个是剧来的 是美剧来的 就是叫做 都什么的 你看看他呢 当然这个海报呢 他在后面其实是说粗口的 看到吗 没留意了 The future is a 什么 nightmare 是吧 那现在就是和你飞飞 第四个飞都守不了 是吧 都没办法了 所以说粗口 但是 但是有趣了 但是有人问 Margaret Edwards 你现在改写科幻小说了 他说不是 谁说科幻小说 那些不是科幻小说 哇 那我们觉得很奇怪 就是我们以科幻小说来说 就是很明显 那个是百分百科幻小说 但是他不承认的 就是因为他是主流作家 是吧 就是他觉得科幻小说 就是配他不起 可以这么说 就是明明写了都不认 我当时我知道这件事 我第一时间想到什么呢 就是 彼得三次不认主 是不是 就是这样 那个主人是不是耶稣 不是 不是 我不认他 那个是不是 不是 三次都不认耶稣 是吧 这就叫Margaret Edwards 不认科幻 这件事叫做 当然 其实女作家 比如说女作家 其实真正科幻的女作家 就是她自己是承认自己写科幻的 就是这个勒刚欣小姐 不过很可惜她几年前过生 就是乌蘇拉勒刚欣 其实她黑暗的左手 就是她最出名的名著 好 另外 前几年 是吧 那个诺贝尔文学得长者 我常常都撈乱 不好意思 如果我错了 是不是黑石一雄 是的 没错 我常常把黑石和石黑 我常常记错了 真的 石黑一雄 这样 她本来都是主流文学的 但原来她有些作品 有科幻的味道 就是其中一部就是这部 Never Let Me Go 不要让我走 后来就拍了这部电影 我很喜欢的女演员 就是Keira Knightley 我看了几次 真的很喜欢 但原来那些人说 她说你喜欢吗 这部未算 你当然要看这个 因为原来日本 因为她是日裔的英国作家 是吧 原来日本第一时间 就把她拍了一部电视剧 就是Never Let Me Go 原来她说 这个世界有些人 是特意用黑龙的技术 cloning 制造出来 她一生唯一的目的任务 就是提供器官给那些有钱人 这样 通常每次 例如肝 神 神可以割一边也可以 肺 肺也可以割一部分 就算是肝也可以一部分 但是割一割一割 最后她都会死 但是她们的目的就是这样 那部电影就是说这件事 真的很感人 真的 《科幻成真》 介绍大家 当然是黑镜 不知道如果大家还没看 在Netflix 可以看的 在科幻剧集 现在的资讯科技 电脑 人工智能的发展 对人类各种的冲击 可以说是很暗的 她说的都是 特别 推荐 其中有一部 最有科学味道的 第四季里面有一集 叫《Metal Head》 左上的就是剧照 那个机械狗拿着刀 你追你 其实它不只是刀 最初是枪 但后来枪就被人打烂了 于是它就变了刀 但是下面这个 就不是剧照 下面如果你上YouTube 你打一个 Boston Dynamics 是吧 其实是一间公司 美国 波士顿动力 可以找到很多短片 波士顿动力 原来我们已经 跟电影里面一模一样了 好了 最后就是说 大阿哥正在监视你 就是1984 我们回到刚才那部电影 不是 那部小说 1984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可惜现在 真的已经科幻成真了 看到了 当然这个Big Brother 就是他揭露的 最惨的就是Watching Him 但因为揭露这件事 他现在被放逐了 是吧 应该还在俄罗斯 是不是 都不知道逗留了多久 这个就是斯洛登 右手边 左边就是特朗普 但是另外一套 又是电视剧集 就是说电子监控 全民电子监控 就是Person of Interest 非常之精彩 极力推荐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 现在就是 现在我们这个 伟大的祖国里面 神州大地 已经在推行一个 全民的社会信用评级 或者评分系统的 就是说寸步难行 火车飞 什么都买不到 酒店也住不了 飞机票也买不到 这样的 所以 Really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Right 当然 另外有一个 大家知道 匿名者 就是黑客 互联网 Anonymous We are legion Knowledge is free We are anonymous We are legion Legion就是无处不在 We do not forgive We do not forget Expect us 真是很科幻 这个其实就是 差不多十年前 就是 是占领华尔街 差不多的时候 出现的这班人 没有 八年前 八九年前 当然这套就是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我看了 我告诉大家 这套戏都是破了纪录的 我看了十七次 我看了十七次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很多学生 每年都有学生来 我都会陪那些学生多看一次 看了十七次 V for Mandata 这个当然很出名 这个影后就是什么 Natalie Portman 他最先出场的时候 就是个小女孩 就是那里 这一个杀手 不太冷 但是后来大了出 就是在著名的科幻电影系列 什么 Star Wars 里面 好了 记住 其实未来 是未有来的 未来就是在我们手中的 其实科幻小说里面 讲很多的 那些叫做反乌托邦 其实他都是有个警势的意味 是劝世文来的 就是叫我们不要向那个方向走 之后如果继续向那个方向走 就真的好像谭劍说的那样东西 大什么什么的了 是不是 谭劍刚才说 对不对 没错了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了 多谢各位 谢谢 今天很多谢李偉才先生 为我们分享 那以下来 我们就会接到 我们的提问环节了 如果阴红有 再者有问题的话 可以 那边已经有了 对吧 我想请问 你怎么看《2001太空漫游》 就是和你那些科幻片 是比较殿堂的 小说反而被人觉得是下跌的 你的意思是这样 为什么 不是不是 《2001太空漫游》这部电影呢 其实在科幻电影里的地位是很崇高的 我意思是在电影圈 反而科幻电影是比较推崇 反而你说小说就被人当是 不是 小说也是推崇的 不过其实《2001太空漫游》 它最先是有一个短故事 是发展而成的 那本长篇小说 其实黑黑说过 它一直跟大导演 史丹利扣给力克 一路去制作这部电影的时候 它一直写的 它就是将那个剧本 将那部剧本 就变成了一个 novel 是一个 novelization 这样出来的 但是那本小说的地位也是崇高的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 它不是黑黑最好的小说而已 如果你让我选黑黑最好的小说 我就会选《童年的终结》 《城市与星辰》 甚至《深海木瓶》 《深海木瓶》 这就未轮到《2001》 但是始终因为它有电影 所以其实最多人熟悉的就是这部电影 哦 是 那2020年你怎么看 2020年也很出名 因为2020年改编 这次也是Philip K Dick的 这次是一个短片 它叫做 《We Can Remember It For You Wholesale》 就是台湾亦做《记忆总动员》 諸如此类 它的电影其实是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 就是变成这个 不是我弄错了 叫做《Do Android Stream of Electric Sheep》 是的 我撈亂了 那里是Total Recall 《Do Android Stream of Electric Sheep》 那样就是 它2020年 其实推出之后 都是推崇被置的 因为 夏里信福当时 当时得令 是吧 那女主角你不用说了 但是 它那个 所以报警 道具 它那个拍摄的手法 摄影 都是很有味道的 那当然就是 这个大导演 就是Raley Scott 是导演的 是吧 所以2020年 是电堂级的了 但是反而 去年还是前年 我都不记得时间 2049年 就争议性了 就是 因为我接触过有些人 就是 有些人就觉得是好 非常好 就是一个 是一个 但是有些人 就完全不喜欢 就觉得不行 那是不是 分辅了 你 那当然 当然 2049年 当然 他作了很多东西 尤其是 没办法 这里也要穿招 就是说到 那些Android 原来可以生孩子 那些东西 原本当然没有说 这就是那些編剧 自己加上去 但是当然 你知道夏里信福 临到尾的十分钟 还是十五分钟 都有出现的 就是叫做 满足一下观众的要求 是吧 因为2020 Blade Runner 是1982年的 1982年的 1982年 是 所以刚才弄错了 我都说了 那套 We Can Remember For It Whole Sale 就是Total Recall 宇宙威龙的原装 但是 都是Philip K. Dick的 好 有没有其他问题 好 这边先 李博士你好 李博士你好 我想问一问 就是近期有一个 叫做 说法 就是 因为我刚刚研究了这本书 就是说物种的起源 就是 有一个说法就是 人类的起源 其实是外太空那里过来 而且还一直发展了 一些很高的文明 只不过后来消失了 于是 于是 我们不知道了 这个说法是否有科根据 还是只是科研小说 是 基本上都是科研小说 当然这个传说 就比科研小说 有很多 就是那个 比如关于大西洋洲之迷 或者大西州 Atlantis 有些人追溯到 其实是来自柏拉图 一些著作里面的 有些暗示 所以一传十 十传百 但是到现在 其实都找不到 也可能是最近的 就是现在在地中海里 外琴海里面的 很多人旅行都喜欢去的 叫做 聖托莲娜 那个岛 就是那个 好像一个 蛾微月的岛 其实是一个 火山爆发 于是就 有海啸 海啸就引起 所谓Atlantis 这个想法 但是除此之外 其余很多这些 古文明 其实我们也找到不少 古文明 比如三星堆 那些都是 但是你说 是不是有外星人 遗留下来的 就真的查无实据 虽然你三星堆那些人 都好像外星人 是吧 但是以前那些 先文他创作的时候 那些艺术家工 是吧 好了 所以就 其实 你说人类 是来自外太空 到现在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现在 那个人类起源 那个化石的研究 已经是推到 就是由几万到几十万 差不多然后去到一百万 是几百万呢 都有那个化石的证据 其实中间是没有 没有什么中断过 也没有一个特别出来的 当然 所以那部电影 我一看到 一开始我就已经不想看了 就是那些叫普罗米修斯 是吧 就是普罗米修斯 其实他里面自嘲了一句 因为他有一群人 在太空船上去那里 追求那样东西 原来其中有一个是生物学家 是一个biologist 那他之前出发 又不告诉他 那个目的 飞到半个小时才说 那那个 那个出来和他讲解 那个是个女士 对吗 对吗 然后那个生物学家 就爆了一句 他说 这样也可以 那你就是推回我们 几百年来 生物学的研究 那样 其实那部电影就自嘲了一句 那就算了 对吗 因为他想找你钱 买飞入场 那么 自嘲了 就算有交代 是违反科学的 是违反科学的 好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会有最后一条的 好 好 刚才李博士说到 就是说 地球人的文明 和外星文明 是的 可以补充少 你说还有一部分 但是另一部分 其实有很多外星文明 都会在地球和各个星体之间 它们的文明穿梭 只不过去到地球 因为这一万五 有个说法就是 这一万五千年 就是因为说 要保障地球的环境 不受太多外面干液 所以 就规定就是 外星人在地球的行事 要相对低调 还有就是 不要展示自己外星人的身份 就要融入自己的地球人身份 那些 所以就是说 无论地球 人类的发石证明也好 其他也好 其实 外星人在地球 这一万五千年 都是相对低调的 但是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 不能够在地球 文明的课本 或者文献 那么清楚 说明 所以就往往 很多人 就用这些科幻小说 去写这些正事 看看有心人 是否懂得看 很多时候的作用 就是这样 是 那么其实在科幻小说上面 除了刚才我说的普罗米修斯 其实有一本是巨暴头的 是三本小说的 那个叫 James Hogan 那个作家 Jeremy 就是叫 Minerva Experiment Minerva 其实是古希腊神法 下面一个神 一个很重要的神 M-I-N-E-R-V-A 这个Minerva Experiment 其实它就是 人类在月球上面 找到一个遗骸 穿着太空衣的人类 百万年前 什么已经上到月球了 那就是说 原来呢 根本人类就是外星人来的 但是就有一点符合你 刚才那个说法 那当然也有一个故事 就是拉里尼云所写的 Larry Nevin 他很有趣的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不到 外星人的很多的证据 或者在天文学上 他什么都探测不了 这个宇宙 原来他说 外星人为了正正保障 保护我们 也不想泄露他们的行踪 就把整个太阳系包起了 就是用保鲜纸包起了 它有个Crystal Spear 有个水晶球 包起了太阳系 就把所有 就是说 外星人存在的证据 那些信息 特别那些电磁辐射波 各种无线联波 就测试了 所以我们看极 这些宇宙只有我们 原来是被人用保鲜纸包起了 Larry Nevin 也写过这个 当然刚才你说的一件事 我也试过一次 几年前 我就上广东广西 就是说外星人 当时和菲迪博会的主席 是吧 就是阿Moon 阿Moon去到 我很记得 他一说 其实地球上 以我们以前所知 有五十六种外星人 正在居住 不过他们用 露电波 来大家沟通 传递 我们一般人的大脑 收不到露电波 所以我们不知道 它的存在 不过其实 美国政府都知道 不过它不揭露 所以这件事 信则有不信则无 好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活动就在这里结束 我敢代表 香港贸易发展局 再次感谢李伟财先生 和郭祖各位的支持 谢谢 好